利用 visual 函数帮我把刚刚的这一题给完成 其他的话当然你可以试试看有什么 在这边里面其实还有 所谓的 offset 等等相关函数 那我有把这个相关的参考的方法放在云端上 不过我是觉得 这个部分的话 自己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自己在上面找找看 这个 look up 的做法在这边 不过look up 可能如果跟那个vipan比较起来的话 他没办法 像刚刚那个弱函数 他就下拉一次就ok 如果你有很多个栏位的话 那look up 没办法 所以怎么办 你必须要复制公司贴然后改 复制贴来改 感觉好像没有占到便宜 OK 第一个 第二个可以用index函数 OK 不过index函数 感觉好像也没占到便宜 因为其实index函数用起来并不是很好用 OK 然后其他还有像什么 offset 这边也有 答案在这边 如果各位想要试试看的话 或许可以照着做做看 其他的话 像index函数 那更复杂 不过index函数还蛮好用的 有些东西 还非得要用index才能做出来 OK 所以后面我们有些范例会跟各位做说明 然后其他的话还有像用VBA可不可以 如果我今天先用VBA来写 怎么做 其实也是一个回圈 加上一个逻辑判断 就可以完成了 有没有 所以如果说你要把它改成用VBA来写可不可以 只是说有些东西 当然杀鸡不用牛刀 有些东西如果已经很简单 那你就用简单的方法完成就可以了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也许试试看 VBA我觉得倒是可以试试看 比如说以这一题来看 那怎么做 不过在讲VBA之前 我们先来 看一下 就说 假设 一般习惯是编号这边 通常会有个下拉清单 所以如果今天希望 我希望做个下拉清单 也就是说查询编号 我不要让人家自己key 因为让人家自己key的话 很容易key错 所以最好的方法怎么样 你干脆直接把这边的编号 直接就放到这边 然后让他有个下拉清单 他用选的就ok了 而且最好是什么呢 有几个编号 就秀出几个来 那更自动化 对不对 可是 要怎么做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它改成下拉清单的话 大概会有几个步骤 一 请各位先 有不要放在这上面 你必须要知道 如果要做下拉清单的话 他的位置在哪里 一 请你找到 有不要放在这个 要做下拉清单的储存 二 到资料里面 有一道资料验证 所以关键的地方 就在资料的资料验证 记得邮标方这边 找到资料 的资料验证 做什么呢 你会发现你点一下资料验证 他预设是任意值 就是说呢 他不会有下拉清单 可是你要怎么拉边有下拉清单 很简单 点到那个任意值的 位置 他会有清单 有没有 接下来的话呢 他会问你说 你要清单是不是 但是你要告诉我 你那个清单的来源在哪里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是 直接选取这个范围 给他 这样就OK了 然后按确定 这时候的话 点一下 12345678就OK了 不过呢 这个部分 比较适合 因为我刚刚讲过了 因为我们的资料就在旁边 所以比较简单 但未来 如果说你这个资料并不是在同一个工作表的话 我是建议你用什么 先给他定义一个名称 定义什么呢 这个范围 叫编号 以后用编号来存取 所以如果我用编号存取 我可以 1 先把名称复制一下 Ctrl C 然后这个Ctrl C 第一名称还记得 然后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给他一个名称 这个范围叫编号 Enter一下 它叫编号 未来你可以在这边资料验证的时候 来源的部分 按什么 F3 就是给他一个编号 编号就过来 这样也OK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是做下拉清单的一个小技巧 这样的话 你看 点选0102 07 那也就这里面不会有09 那不会有09就不会做错了 而且这样蛮好的 所以常常会有同学问说 老师我希望做出一个下拉清单 点击之后自动带出 其他编的资料 怎么做 这样做就好了 OK 如果你现在我们是纵向的 你要横向的 可以啊 你要看你要哪个方向 其实道理都差不多 所以请各位这部分大家了解一下 其他的话呢 除了 除了 刚刚讲的V的函数之外 另外 H路卡蛮重要的 因为呢 我们刚刚 为什么会用V的函数啊 主要V的话是垂直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将来资料呢 它的 方向是纵向的 有没有 栏位在上面 资料往下放 那就是纵向 用V的话 V的话是Vertical 是垂直的 可是问题啊 你会把H路卡 送在什么地方上 如果你的资料怎么样 他刚好 栏位名称在 左边 他是很 水平方向摆的 有没有可能有这种资料 也是有可能啊 但是如果 不过说真的 比较少 如果你实在是不想要用 这码有的时候干脆复制怎么样 把它贴的时候用什么 选择性贴上了什么 转置一下 转过来就好 OK 你就用V的函数 但是假的吧 如果你那个资料实在是不能改方向 你只能用 水平方向 那怎么办 没关系 我一样用什么H路卡 所以这一题你们可以练习 简式与参照里面用H路卡 然后呢 一样是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说 请问一下你要查什么 我要查 Cz2 所以你查Cz2 所以这边的话 请你自己打双引号 打一个Cz2 我要查Cz2这个产品 去哪边查 Table 不包含栏位名称的其他资料 这个范围 不过一般书里面会叫你选那个栏位名称也选 其实都可以了 只是以我的理解 因为这个栏位名称不是我要查的范围 所以你选进去等于是多选的 OK 所以我觉得比较正确应该是不要选到 OK 然后Raw 指的是哪一列 一般的话 一样 他只会查第一列 所以 如果你要查Cz2 他会到这边去查Cz2 你要带回来什么 入部数量 在第几列呢 第2列 所以你这边就输入2 比对方式完全比对 所以输入0 OK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就输入2 再输入0 好 这样的话按确定你会发现 他就帮我把25给带过来 那单价怎么做呢 一样 最好是向右拉 OK 不过 你想说 直接把它复制贴过来 这边 2 改成3 不就好 不过如果我不希望的话 OK 那怎么办呢 一样 其实这边可以 插入函数 用哪一个 可以把2变3 其实特别只有 刚刚是弱函数 那如果你要横向拉过去 他会加1的话 那就用Color OK Color是蓝 蓝函数 就按确定 这边变2 向右拉 那就是2变3 所以 其实一样的概念 可以把这个怎么样 把它改成什么 Color COLUMN 小瓜胡 5 然后这个范围因为 待会会向右拉 所以记得 只要锁什么 记得只要锁蓝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你要把 B跟E锁起来 因为等一下我要向右拉 我不是向下拉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然后这边加一个Color 打个勾 然后向右 单价有没有出来 558 OK 558 这个可以删掉 这个主要是4E 也就是说 像刚刚是向下 所以我用R 函数 而且要减 2 因为我要2 第四列 所以我要把它减掉2 这边是我要把2变3 的话 但是我是向右 所以这个时候 可能要记得用 什么用Color函数 另外还有一点 锁的话 因为我是向右 所以记得 只要锁蓝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其他的话 底下还有 这个应该打错了 这个应该是 这个只能用H OK 然后提存的话 这个部分的话是 6万5 应该是 抓哪一个呢 所以这边的话 一样 用H 所以我们一样 这边 用H 函数 那提存 销量是这个 Table Array 是这个上面这个范围 那我想抓回来的是 提存率 这 123 所以第3列 那比对方式 记得 你不能给0 为什么 为什么不能给0 因为你会发现 6万5 对不对 他一定会在这个范围 第1列上面的比 早早早早 也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全部都不一样 如果你用0的话 他回来一定是没有东西 那这个地方只能找接近 所以记得 这个地方只能输入1 他就帮你把什么 0.12 所以你会发现 他怎么比 6万5 跟这个比 他比他大 比他大 比他 这个比他大 也比他大 比较 他遇到了 他比 比他还大了 所以怎么样呢 他就找 他前一个 的这个 OK 所以他一直往上面找 找到了 比他大了 我就往前 所以一定会把什么 0.12抓过来 所以找 比他小的 就对了 按确定 好 0.12 所以这边的话 顺便再跟各位讲一下 有关 其他函数的应用 刚刚主要是 1 下拉清单 这个下拉清单怎么做 资料 资料验证 第2个的话 H入账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来 我先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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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试试看